好,现在我们来看6SIGMA ET的独立视窗功能 在总主力键下面我们可以点选次组件 就是这个刀工伺服器 那它就会显示在独立的视窗上 那下面还有一个叫PCB的次组件 我们也一样可以把它单独显示在画面上 那PCB下面还有一个叫CHIP的次组件 我们也可以把它单独显示在画面上 这就如同在CAD的软体里面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这个接触里面 个别显示它的这个零组件来做编辑跟学习